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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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59位代表1992年经过妇女救援基金会的慰安婦申诉专线认证确认的慰安婦阿嬷 每一个名字都记录在或在阿嬷家和平女性人权馆的这样的一个姓名板上 但是根据估计呢 台湾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有大约两千位的慰安妇的阿嬷 但是他们没有姓名 没有发声 8分14秒 814 让我们记得这个战争下对女性身体人权侵害的事实 让我们记得慰安妇阿嬷 如何勇敢的挺身揭发这样子的残酷的事实 1991年8月14号 韩国的金学顺女士 是第一位勇敢挺身揭发二次大战日军的 慰安妇这样的新奴隶的制度 妇女救援会 基金会呢 在1992年 我们也成立了慰安妇的申诉专线 开始寻找台湾的慰安妇 以及展开26年的慰安妇的人权运动 但是一直到现在 我们没有得到日本政府正式的对历史事实的承认 以及正式的道歉 我们的生理和诉求 第一 日本政府应向受害者道歉 日本政府应该承认筹划设立慰安妇制度 以及妇女被迫成为军事性奴隶的事实 日本首相应代表日本政府向本国以及世界的慰安妇正式道歉 日本政府应赔偿受害者 日本政府应该立即赔偿我国受害者所有的经济和精神损失 赔偿的金额和形势应符合人道和正义原则 日本政府应深刻反省战争的责任 以及防止再犯 日本政府应公开所有关于慰安妇的问题档案资料 动员机关和人力调查慰安妇的问题 对战争责任提出深刻的反省 以及防止这样的事情再犯 在日本教科书中正确记载史实 教育国民保障妇女人权 让历史的错误伤害不再发生 日本政府持续的躲在他国家现在的立场 也就是认为他补偿了责任 951年的旧金山和平条约 和其他例如韩国的两国和平条约就已经结束 国际条约组织认为这样的立场完全站不住脚 因为这些所谓的条约跟合议都没有提及性奴隶的使用 也没有清楚的说明这些受害者会得到合理的补偿 2013年的5月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 强调日本必须以受害者立场 采取立即有效的立法行动和政策解决措施 面对未安復的历史情况 日本政府在国际法的框架下 针对这些过去犯下的战争罪和人权敏灭的罪行 有责任提供完整而且有效的赔偿 这些国际法下的罪行将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我们相信历史是需要被交代的 国际策略组织身为全球的人权组织将与台湾以及亚洲各大重要的NGO站在一起 呼吁日本政府 一给予所有的军事性奴隶也就是为安抚这些受害者完整并且有效的补偿 不分任何国籍包含幸存者还活着的幸存者和已故的受害者跟他们的家属 金钱上的赔偿之外其他幸存者可以接受的补偿范围 例如名誉上的身体上的心理上的还有保证不再重蹈覆策 这些都是我们国际特务组织非常严正的声明 两年前我在这里邀请日本首相安佩来参观 富庸会即将开馆的阿嬷家和平级女性人权馆 两年过去的他没有来日本的官员或者日本交流学会的人也都没有来 但是很多的日本媒体报道了阿嬷家 还有很多的日本观光客来参观阿嬷家支持我们 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要告诉安佩首相 不要低估我们的力量 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在8月14号的这一天出来行动 未安妇人权运动是当今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妇女运动 绝对不会因为阿嬷们逐一的过世而消失 我们要告诉安佩首相 不要低估台湾59位阿嬷们的力量 因为他们的力量跟精神不断地在扩大中 今天大家看到台湾年轻的一代已经接下棒子了 最后我还要告诉安佩首相 国际的慰安妇人权运动的终极目标是在追求 国际和平女性人权性别平等 以及终止所有的性别暴力 我相信日本政府追求的国家价值一定就是这些目标 所以我要建议安佩首相 如果日本政府要对二次大战期间带给亚洲女性的苦难 那么在日本建立一座慰安妇的人权纪念馆 就是最好的一个道歉的方式 韩国的这个日本大使馆前面 我们有看到一位慰安妇阿嬷的一个冲击 日本在谈条件的过程当中 甚至要求韩国将这位慰安妇要把他这个除掉 可见日本知道他们犯了罪行的事 今天我们在这边跟日本政府讨公告的同时 我们也很担心日本政府他们废除 他们修改了他们的和平宪章 在整个对亚地区还要制造战争的这样子的危机 使我们亚洲地区的妇女也感到恐慌 今天只有日本政府出来对二战时期的罪行道歉 认错 那么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日本政府是真正的已经反省了 否则的话我们一定要抗争到底 在台湾我们的政府高举着转型正义 但是从来不愿意为我们的阿嬷的历史跟日本讨公道 这是台湾人最大的耻辱 女权就是人权 所以日本政府对台湾不安抚的忽略 不愿意道歉 这是对所有台湾女性的忽略跟不愿意道歉 我也呼吁我们的蔡总统 跟我们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可以跟慰安妇们站在一起 了解他们的历史成为慰安妇的后盾 历史不容我面 历史不容我面 日本政府道歉 日本政府道歉 还我正义 还我正义 还我尊严 还我尊严 谢谢大家 如果事情没有解决 我们明年会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